这是第几个小孩 第一个 今天很开心呢 可以来参加这个满月酒 那么要先谢谢这个我们赖先生 赖先生在哪里 我们赖董事长 李玉君口中的赖董事实上 根本就是个诈欺惯犯 甚至连李玉君的演出费 可能都还被拖欠着哟 气到要把这件事拱诸于世 避免大家踩雷的救世 经营娱乐活动公司的赖姓负责人 两年前赖男女儿满月 她身为基隆庙口某知名牛排餐厅女婿 想做面子给妻子娘家 于是委托赖姓负责人筹办满月酒 赖男霸气点名 我要身家16亿的张清芳 梁静茹 黄以玲 孙淑妹来演唱 但经过一番讨论后 决定李玉君和朱丽静 收拾不得 收不得 迁造你奢养的难得 喜悠和爱乐 由我来冲到你负责 大明星庆贺 外加其他舞台音响等硬体 总花费119万7千块 但赖男却开始各种拖延 一下说自己在花莲度假 一下希望面交金额把负责人约到彰化 跟谎称自己接到1亿美金的订单 但怎么样就是不付钱 赖姓负责人等汇款等到眼神死 之后设法找到赖男的公司 却发现人去楼空 最扯的是赖男认为赖姓负责人抹黑 甚至找黑道介入 让负责人起了一桩告上法院 才知道赖男根本就是无赖 是诈欺未造文书惯犯 罪状超级露...露等 他曾向香港某国际投资公司 诈骗了74万5800元美金 相当于2300多万台币 疫情期间还曾利用口罩机诈骗360多万 而目前赖男已因他案入狱 在台中监狱服刑中 诈骗了